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到头来他却为自己找了这样一个归宿 看破红尘归依佛门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灵魂 他短短的一生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在陈小旭逝世八年之际 让我们走近他去了解一下这个名一样的女子 1987年 中国电视界最为轰动的事件 莫过于电视剧《红楼梦》的拍播 而剧中由陈小旭扮演的林黛玉这个角色 更是深深映刻在了亿万观众的心中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似一朵青云刚出秀 对于很多喜欢《红楼梦》的人来说 陈小旭就宛如从曹雪琴书中 坠入凡间的林黛玉 一颦一笑 思思入口 可能真的是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陈小旭也像林黛玉一样 红颜薄命 这个命运多舛的女子 从放弃表演到投身伤害 从看破红尘到剃度出家 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人的心 2007年5月13日 18时57分 陈小旭因患乳腺癌 在深圳病逝 年仅42岁 永远的林妹妹香消玉玉 却留给了世间 无法替代的美丽与遗憾 书中的林妹妹 是美丽又才华横溢的 灵动当中 有着天真少女的任性 和小小的刻薄 陈小旭 这个为林黛玉而生的女子 也有着一样遮挡不住的灵性 和爱美的天性 妹妹经不住 怎么站在风口里 我在屋里的 只听外面一声叫唤 出来瞧瞧 原来是只 呃 呆怨在哪儿 我也看看 我一进来 它就飞了 飞了 小旭特别能说一些玩笑话 它有点小坏坏的 那种恶作剧啊 就是它的那种恶作剧 它有时候 有的人大概会接受不了 它会把别人的缺点放大 对 而且大厅广众之下 会说出来 它有说 诶 金莉莉 怎么了 诶 你牙里有个菜叶 就会当着很多人的面子 比方说 这种恶作剧它都会 它就故意给你放大 或者是那种 让你难堪 让你难堪 如果提外号叫那个 我不比它黑嘛 对 然后那个 它就说 我是白巧克力 你呢 是黑巧克力 就说我 我比它黑 然后就变成黑巧克力了 它就是那种 非常的风趣 然后锐智 尖酸刻薄 特别特别的 尖酸刻薄 然后又非常非常可爱 别的草虫不画罢了 左母蝗虫不画上 去不缺了点 去的里面 你快画吧 我连的养子都有了 这个名字就叫做 鞋黄大小童 可能是我从小 就是我自己有一些性格 跟它很相通 我觉得林黛玉 她除了具有所有的 就是美丽的女性 所没有的那一部分 才思还有灵俏 还有她的独特的诗人气质之外呢 最重要的我觉得她是 就是那种 我喜欢她那种 不入世俗的那种纯真 还有她 就是设定了一个目标之后 特别执着的 一直追求下去 你叫什么名字 叫陈小夕 陈小夕是哪来的 安山 安山话集团 安山 安山话集团的演员 你呢 都是安慧神话集团的 那是84年的三月份 全国全演员 全部的演员 逐步到北京来报到 我呢 是先进的那个 在南菜园一个招待所 就来的都到哪报到 然后我先进的那个房 过会儿就说 哎 袁美 又来了一个演员 我就一回头一看 看见小夕第一眼 我愣了一下 我觉得 怎么会这么漂亮的人 就她那种漂亮 让你感觉很有震慑力 就是让你一下非常震慑 特别特别的白 梳的一个长长的大辫子 呸在前面 然后穿的一件是什么呢 因为三月份天还比较凉 穿的是一个黑色泥子的小甲袄 是糖装 小高领 但是小夕的那种白呢 就是白的让你感觉 特别的 像个冰美人知道吧 冰结的一个美人 你又在我跟前弄鬼 趁早给我瞧瞧 你 别让我费事 好 妹妹 你要看我是不怕的 不过 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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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望远仙草 一个是美如相 若说美情缘 一生天又一场光 小夕是个美女非常的美 她打小就这么爱美吗 特别爱你找镜子 小时候可爱美 一开始我爱美是爱美 她不会美 弄那个大红纸 完了之后蘸点水 这一擦跟那个农村扭大洋根 她说她在画俩那个什么黑布条的眉毛 那能好看吗 我说小夕啊 我说你画的什么 我化妆呢 画一件里铁眉呢 我说你现在照着镜子看看啊 看准了什么样 你完了去洗脸去 洗干净点 我洗完了 我说你照镜子 你照镜子 我说这两个 你比较一下哪个美 这个美 这个美你还画的吗 在那以后不画的 她特别爱美 有的时候呢 那个一双高跟鞋 就就其实前面看着挺好看的啊 可是呢她脚很小很瘦 那鞋可能就大了一码什么的 嗯 但她也穿 踏拉着怎么也挺 还挺 为什么要买那么大的呢 她可能就没有她那么小的码呗 好像脚很小 但是她为了这个 就为了这双鞋 女孩是会这样的 对 女孩是会这样的 她宁可大一码 那我也穿 特别可爱 小夕经常就踏了个鞋 怎么 小夕女的鞋是不是大了 嗯就这样 说话是这样子的 小夕说话时候呢 她的声音也是柔柔的 很轻柔但很清晰 小夕 看这像不像你 这像不像你 你们生活大中 跟你妹妹关系怎么样啊 小夕 我们俩最爱打闹了 对吗 最爱什么 打闹了 又打闹了 又吵了 她在红楼族里边 跟别人说话 包括她跟欧阳的沟通 欧阳会有很大的声音 她会欧阳 就这么一句话 哦呀 立刻什么声音都没了 这个 就是这种概念 从小声音就这么小吗 陈爸爸 比这还小 那有多小呢 我说你将来怎么办 你怎么接触社会啊 你这声音 像文哲似的 闷闷的 他两三岁的时候 唱那个 那个 雨露歌的声 扯街全是 我说上班 跟人家喊 下定决心 你跟他喊 他那个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大声喊 把人去争取 我说这就对了 将来有工作了 当您说过他大声说过话 有的时候 他会 吼人的时候会喊 欧阳 这是他最大的声音了 欧阳一定会在 狠痒的一个角落 一听到他声音 就穿出来了 你知道吗 整个《红楼》结束之后 经常有一些 请我们《红楼》组去演出 比方说这个体育馆落成啊 那个时候八十年代末的时候 这个国家好多体育馆落成 什么启用 我们就会去演出 小旭永远担任的是 要么就主持 但一定会唱歌 但是唱歌呢 一定唱 什么 我一见你就笑 你拉偏偏风再拍 后来我就说 小旭唱的歌 永远是字多音少 字多音少 就不能有音多 音多了就会跑掉 你知道吧 我一见你就笑 那种 动作也很小 字也很多 完了 永远还是您妹妹的 特别乖巧的样 在台上演出 知道吧 尽管这样 观众还是很喜欢 掌声还是很多 完了下来还问 你现在唱怎么样 我说不错不错 挺好 真大 本来 小旭就走了 这么点 刚上小学 嗯 在路上走 男孩淘气 一看前小旭 在班里 那么出风头 嗯 拿小时的嘴 打他脑袋 嗯 他在前面走 啪 打上了 继续走 没有反应吗 就说啊 一般小孩无脑袋 或者骂谁 或者喊一声 或者扎牙子跑 这动作全没有 就跟没打着他一样 打着旁边那种 嗯 继续走 那我那大伙儿 选大伙儿莫为其妙 打着他们 嗯 眼看着舌子和脑袋 崩下来了 嗯 回家他妈也也 一给他看 都打 都有血印了 嗯 从小时候去那么 就能有那么个定性 嗯 我没反应啊 我看见还挡不挡 要跟我 我做不到这个 今天我们还特别带来了一个小事的遇迹 其中有一行字 我们想让妹妹给我们念一念 我的父亲陈强 聪明绝顶 言语交横 我的母亲是王元熙 天生励志 但思想平庸 我集中了她的聪明和她的美丽 我言语交横 但思想丰富 嗯 小旭的嘴啊真的是特别的厉害 爸爸已经乐了 这点爸爸最有感触吧 就说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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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优点 他全要了 嗯 嗯 这这人太不前提了 他特别幽默 就小的时候 说有一天说十五六岁吧 他说我给我们家所有的人都想好了 沐志明 一个说我爸爸 我爸爸从小就爱喝酒嘛 嗯 然后一天三顿酒 我们印象他就是喝酒 他说 这里埋着一瓶地道的老白盖 所以说爸爸 说我爸爸 然后说我妈呢 给我妈的沐志明写 就是我妈妈喜欢睡觉 就开会也睡觉 爱打盹 然后呢 吓吓跳棋也能睡 然后坐车也爱睡 他说这里 他的生前的愿望 就是喜欢睡觉 这下终于如愿以偿了 反而写我的呢 我小时候从小学画画嘛 学美术 一直也没画出什么名字 他就说 这里埋着一个未来的画家 嗯 他写自己呢 他写他自己也是最好的吧 写他 这里埋着一位伟大的 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有人想买小学的肖像权 但小学一直都没卖 对吧 啊 不是八十年代 嗯 可能是九十年代初 嗯 那时候他那个排完红楼梦 没有几个钱 完了 生活不是那么太富裕 嗯 就在那个时候 山东有个企业 来商量 我给你六十万 嗯 当时六十万还了不得 当时九十年代初 那个九十年代初 我记得万元户就不得了 对 给他六十万要买肖像权 卖 我这肖像权 凭什么 归你管 嗯 我说这六十万 你就用你个照片 用你做广告 有什么了不起 我这后来那个什么 他本身做广告的 从来不上广告 嗯 我说我挺佩服他那心里的这点素质 定力 嗯 定力 不上广告 谁拍我也不上 给多钱也不上 那六十万我都没卖 嗯 而且当时其实小学的生活条件 并不是特别好吧 不好 当时 嗯 我记得他装修了那个东正门房子的时候 我给 我在东北来 腰里给他四千块钱 嗯 他说爸 这是救命的钱呢 正好缺 缺好几千呢 那好几千都难倒他了 他有什么钱 六十万他不要 他要 要我这四千块钱 在剧中 他亲情出演 全是宝代的爱情 那美尊名是哪两个字 拜 你又怎么跟天弄鬼 趁早给我瞧瞧 可现实生活中追求完美的陈小旭 能否收获属于他的完美爱情呢 最重要的是我自己那个时候的性格 能找太多吧 不能够包容别人 实际上我 眼灵黛玉的时候 我的性格很像于黛玉 G2015 离去八年 易小旭 正在播出 陈小旭的一生有过三段感情两次婚姻 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全国热播 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陈小旭和内部戏里的十多位 以前默默无闻的男孩女孩一起 一夜成名 家喻户晓 那个时候她只有21岁 就在陈小旭演艺事业达到巅峰 前途一片光明的同时 陈小旭的感情生活也传出了喜讯 她结婚了 这个能将万人瞩目的林妹妹揽入怀中的男人究竟是谁呢 她是陈小旭在拍《红楼梦》之前的工作单位 安山话剧团的同事 她年长陈小旭11岁 成熟沉稳平易近人 对刚刚进入话剧团内向柔弱的陈小旭 那是照顾有加 陈小旭一直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 曾经公开表示过 是她发现了我潜在的素质 没有她我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这个人就是后来在大宅门中饰演白家二爷的碧炎君 陈小旭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一个温暖的午后 你从阳光中走来 笑盈盈地看着我 说给我带来一个好消息 你从身后拿出一本杂志 原来是《红楼梦》剧组 在全国招募保代拆缝的扮演者 你觉得我很像黛玉鼓励我去试试 那一向的陈小旭开始怎么也不肯去 碧炎君急了使出激将他 你敢不敢去试试 陈小旭被他激出了那股不服输的脚 头一甩当然敢 他们就想说你应该去试一试啊 觉得我好像跟林黛玉比较接近 当时我是特别没有自信的那样子 那我说这么大的一个巨注 然后呢肯定是会选好多的名演员啊 或者是演技非常好的 我说我写了信也没有用 他就鼓励我说应该试一试嘛 然后我自己的唯一的信心呢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红楼梦》 而且我小的时候喜欢把林黛玉的诗啊 都记在笔记本上 就是特别这一点我自己也喜欢写诗 就是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吧 然后我就给王导写了一封毛随自荐 给王导写了一封信 就这样陈小旭在碧炎君的鼓励下 给王福林导演写了自荐信 《红楼梦》热播后 陈小旭和比他大11岁的伯乐哥哥 碧炎君也收获了爱情的果实 他们结婚了 但真正走入婚姻生活之后 陈小旭才发现有很多东西 是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发现的 两个漂泊在北京 都在为生存拼搏的年轻人摩擦是越来越多 敏感脆弱的陈小旭 常常为一些在碧炎君的眼里看起来 是不起眼的小事而生气 两颗心渐行渐远 最后只好心平气和的为这段感情 画上了一个句号 其实我觉得 不能够包容别人 实际上我 演林黛玉的时候 我的性格很像林黛玉 陈小旭一生当中 只出演过两个角色 除了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林妹妹之外 他的第二个角色是 但是由于始终走不出林黛玉的影子 美表姐的形象并没有得到观众们的认可 尽管演艺事业 陈小旭却在此期间收获了他的第二份爱情 这个男人那个时候还很年轻 刚刚毕业 在家春秋剧组里帮忙 他和陈小旭两个人是互相颇有好感 暗生情愫 当年这对金童玉女也被不少人看好 这个人就是中国内地第六代导演之一的 王小帅 在确定关系后 王小帅和陈小旭在北京寄门饭店后面的大院里 和朋友一起租下了房子 在朋友的记忆中 陈小旭是一个很不习惯说话的人 内向不合群 他们那间小屋总是拉着帘子 陈小旭不怎么出来 除非大家一起出去吃饭 很多时候他就自己待在屋子里 在朋友看来 那时候王小帅和陈小旭之间的分歧就可以看出来 王小帅那时候一门心思想着拍电影 和一帮朋友每天议论的都是电影 但陈小旭已经表现出对这个行当没有什么兴趣 反而特别有商业头脑 那时候他常常跟他们说应该怎么怎么做生意 是不是可以去南方寻找一些机会什么的 1991年 王小帅从电影学院毕业的时候 面临痛苦的爱情和事业的抉择 当时王小帅是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第一名 学校给他三个可以选择的指标 他最终选择去了福建电影制片厂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福建电影制片厂答应让他拍片 当时的陈小旭却坚持要留经 不肯妥协 他给了王小帅两个选择 如果选择爱情马上结婚 但如果王小帅选择电影 那他是绝对不会跟着去福建的 朋友对于他们的分手有一段很失忆的记忆 记得当时两个人是在一条小巷子里谈判 王小帅说要去福建以后 陈小旭一句话都没说 立刻转身就走了 一次头都没回 这个场景给王小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所以后来他的电影里 常常会出现这种小象和背影的镜头 这段爱情就这样被事业牺牲了 回望陈小旭和王小帅的这一段 昙花一现的爱情 他们的分道扬镳似乎是早已注定的 的确对于陈小旭这样一个传统的 追求完美爱情的女人来说 有什么比感情当中的安全感更加重要的呢 异地恋是他不能够接受的 在经历了这样一段感情插曲之后 陈小旭是否能够找到他此生的归宿呢 其实这个道路我觉得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吧 不是我自己寻找的 因为我也是 我从一个非常小的城市 然后来到北京 《红楼梦》让我认识到了一个精彩的一个人生 所以呢我演了《红楼梦》之后 我还是想继续做演艺事业 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演的太好了 还是演的太不好了 反正之后就是很少有很合适的戏来找我 演完林黛玉之后 我又演了佳春秋的《梅表姐》 从那个之后一直到我重新找到自己的新的事 就是这个之间有三年吧 可能是性格的原因吧 因为我觉得你说的那种追捧 比如说有人喜欢请我吃饭啊 或者有人愿意跟我交往啊 这些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有意义的是 你要有一个你喜欢的事情做 所以其他的那些追捧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 所以不会引起我感觉到自己很充实 所以因为这种迷茫是来自于不能去做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 我觉得一个人在迷茫的时候呢 通常是他自己的智慧不够 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清楚的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 那他就不会迷茫 他可以找一份非常不管是平凡的还是不平凡的 他总会去做事 所以那个时候呢 比如说出国热 可能就会想是不是出国会好一些 然后 你想过 我想过 然后我也去实践过 去哪里 我想去美国 后来被拒签了 然后我就想去德国从那转签 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愚蠢的一种选择 因为 就是一种不认识自己的一种选择 因为 假设说别人出国合适 但是对我未必合适 因为我的英语外语也不是特别好 而且呢 我的所有的这种传统的观念 并不适应到国外去发展 从性格到我自己的意识 都不适合到国外发展 但是就是在迷茫当中做出的一些错误的选择 但是还好及时的纠正了 很短暂 等于出国旅游了一遍 然后回来 几个月 三个月 我想《红楼梦》呢 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大千世界 然后呢 它又向我把这个门关上了 我不能在演艺事业上有更多的发展 但是我必须 我还不想放弃这个精彩的世界 所以我只好自己重新走另外的一条路 但是当我选择这条路的时候 需要勇气 就是并不知道它会 远方的风景是什么样的 是险恶还是美丽 心爱的演艺事业向他关上了大门 未来渺茫 看不清方向 生命中的真命天子不知在何处 陈小旭走入了人生的低谷 1991年 出国游学三个月的陈小旭回到了国内 他决定收起林妹妹欺欺欺欺欺的情愫 带着待遇内心的那种倔强和坚定 开始大刀阔斧地向商界进军 这个时候 陈小旭生命当中的真命天子也出现了 这个人高高大大 身高一米八三 帅气阳光 陈小旭后来说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给人非常温暖的感觉 可能就是这一缕温暖的阳光 打动了当时陷入刺骨寒冷般无助的陈小旭 这个人 名字叫 郝童 1991年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郝童即将毕业 为了完成毕业作品 他和同学找到陈小旭 希望他在自己的作品《黑葡萄》里扮演一个角色 但他仍然以一贯冷淡高傲的面虎诗人 蜿蜒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郝童并没有就此罢休 他和同学三顾茅庐 最终以自己的真诚打动了陈小旭 他同意出演 在拍戏的过程中 陈小旭除了认真工作 很少主动跟人搭讪 使得郝童他们觉得他是一个冷血动物 拍戏之外很疏远他 其实细心的陈小旭注意到 这些学生拍摄经费非常的紧张 每天都吃最便宜的盒饭 心里颇为的心疼 只是不喜欢表达而已 拍摄完毕 郝童拿出千辛万苦 东拼西凑的几千元钱 给陈小旭做报酬 他觉得学生太不容易 没多要就拿了一千元 剩下的全还给他们 这一举动 立刻把郝童打动了 这人还有热心肠 拍完戏后 郝童就经常找理由与陈小旭见面 随着接触的增多 两个人越走越近 后来两人一起投身广告界 开始艰辛的白手起家 最初两人租了一间十平米的小屋 冬冷夏日 有时夫妻俩和吃半个圣猪蹄当晚饭 日子过得十分的清贵 到最后拥有了亿万家产 可谓是一对共患难的夫妻 2007年的2月23号 陈小旭出家之后 郝童也于3月8号 在深圳剃度出家 可以说现实中的郝童 践行了《红楼梦》当中贾宝玉的那句誓言 你死了 我当和尚去 她20多岁就已经家喻互相 40岁不到就已经身家过亿 然后大便我挣到了钱了 然后我也没有见得很快乐 然后我在想是 是为了名吗 然后其实我20岁的时候已经出过名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把她带到她了 名利双收之后 是什么让她看破红尘 顿入空门 G2015离去8年一小叙 正在播出 事业有成婚姻美满 这是世间多少女子梦寐以求的结果 但是坐拥了这一切的陈小旭 却有了新的不快乐 我以前一直一直在想的那个问题 究竟我们这样心均补补的追求 然后这个是为了挣钱吗 然后我发现我挣到了钱了 然后我也没有见得很快乐 然后我在想是 是为了名吗 然后其实我的20岁的时候已经出过名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把它淡忘了 也不是 当时不知道是又陷入了一次新的迷茫 2007年2月23号 42岁的陈小旭放弃了身家过瘾的财产 铁下年过七旬的父母 在长春百国兴龙寺剃度出家 法号妙珍 现在好像在05年 当时他就跟我们讲 就说我们必须念佛要清静 清静要觉悟 觉悟以后我们才能把所有的放下 像我现在这种边做公司边在修行 他说这不叫放下 所以有一天呢 就说我要全全的放下 就是把所有的公司 那什么清静都要放下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叫修行 才能往上西方进了时间 那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会出家吗 他说会的 我说那你准备什么时候 当时说看看机缘 如果机缘到了就会出家 回来之后 把他的公公婆婆 我们老两口都叫来 在那个客厅坐着 那好童就跪着地下 先搬头 我说什么意思啊 我以为带你过年呢 他说在初六这天 小戏要出家了 我一听 我说震动挺大 我说这么大的事件 通知我们就完了 事件不商量 完了之后他婆婆在那就哭 完了 他就他没起来 跪着那 正月十六我也出家了 正月他婆婆就干脆就躺过去了 儿子就出家了 儿子也出家了 完了这家了 早在陈小旭出家之前半年 陈小旭呢就被诊断患了乳腺癌 家人和朋友当时都劝他去选择更为积极的治疗方式 因为以当时陈小旭的身体条件来说 他的乳腺癌是有可能被治愈的 但是陈小旭却拒绝了手术 而且呢选择了独卧青灯古佛旁的生活去了却自己的余生 二零零七年的二月二十三号 陈小旭放下一万身家 在长春百国兴隆寺剃度出家 法号妙真 陈小旭出家的真正的原因 一直被人们揣夺 除了对外的那些冠冕理由陈小旭闭口不再解释 实际上当时就连陈小旭的父亲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剃度出家 而且在这个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身患癌症 您是什么时候得知小旭患病的 五一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在炉江 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姑姑你要多保重 我就感觉她说话有点不太对跟平时 我听到我信我说我要回北京 当时都没想到她因为身体我想家里肯定是有事 后来是好童告诉她很直接的 她说她是乳系癌二七 而且小旭要求我一定要保密不能告诉父母 你知道以后不能告诉她父母 我知道的时候她已经都 有条腿都不能动了 谁也没告诉我 但是我知道了 知道就是她那个已经完了 就转移到腿上了 这之后我专门去看过一次小旭 大约是九月份快过中秋之前 她没有谈到这个事 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就在院这边散步 那是九月份 当时走了一圈 她说我们回去吧 但是我就觉得聊得挺开心 环境又很好 我又说再走一圈 她也说好那我再陪你走一圈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 她走了一圈之后她已经很累了 她也不说这个话 她又陪我走一圈 曾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小旭是一个很精致 很调皮 很略带有点韧性 和小刻薄的那种 小姑娘那种情怀 那么是二十年 二十多年之后我们再见面 她多了更多的宽容 包容和对别人的一种牵挂和关爱 所以我每当想起小旭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这一次我们的散步 她是带着 其实在忍着病痛 陪着我去散步 这份情感是真的是很 让我感觉到心里很难受 她的病挺重的 让我劝劝她赶紧去看病 我就跟她说 抓紧时间得看看 完了之后 该做手术做手术吧 我说这个治愈力挺高的 她跟我说她爸 假如说动手术做化疗 能治好 或者是不用这个就死亡 那我就选择死亡了 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我理解她的意思就是 不要把人破坏了 她要追求一个最完美的一个 即便死也是个完美形象 她说她是听说一做化疗 完了这个人身体不全了 动手术 那我一看我 她既然这话都说得这么绝了 我任何选择死亡了 我没法劝了 4月27号的情况 她的身体就是比较弱了 然后两面的太阳穴比较塌陷 已经开始发烧 但我当时给她拿表去试 她是37度4 她就经常在37度2 37度4 38度这种温度 因为癌症患者的后期呢 可能就是要从低烧开始 然后走向高烧 医生讲 这是一个癌症的过程 5月2号她就是不是特别好 她当时就不排尿什么的 5月8号就是给她用酒精擦了擦身上 给她物理降温 这一天都是喝了点米汤 就是到她最后几乎已经不太坚实了 对 几乎米汤了 就那个米粒她咽不下去了 5月10 12号39度6 她是用冰 冰袋 给她去买的冰袋 手 脚 还有头 我就看着她躺在那儿 那个冰袋放上以后 她就透支咬 看着她 13号早晨6点 我给她喝了一点米汤 都吐了 6点吧 我在她房间 然后 有一个一直在她身边照顾她的一个叫妙医师 她就喊我她说 姑姑 你看妙珍是不对 妙珍就是小旭 她住家的网号就妙珍 我当时走过去 我就急忙跑过去我一看 她那个心脏就特别弱 特别弱 她是 6点57分 就离开 一曲红楼离别商 西人已逝水流寒处 陈小旭终于按照自己的愿望 在春蚕花落之前 用出家与离世 一人完结了宝袋两人的命运 走完了她42年的人生旅途 迷流之际 小旭还在断断续续的喊着妈妈 妈妈 然而此时 妈妈和爸爸还远在北京 没有人敢告诉他们女儿病危的消息 直到三天后 父亲才赶到了深圳 到那我就打听我孩子病怎么样了 我说我说 目前到什么程度了 哇她就哭了 我说不好 我可能病重了 我赶紧去 这两个人就往那跑 跑了一进门一看 就用冰块站上了 这时候才让我来 我当时 当时我想啊 我的孩子病重 或者是去世 或者是孩子还活着 这个事情 对全国这个这个这个 喜欢他的人 没法交代 后来人家质问我 那我就得听着 你女儿病那么重 你怎么不 你当父母在管干什么呢 怎么不给领事看病呢 我说没法解释 那时候我哭不出来了 那时候一哭哭了 我爬地给那福子磕响头了 妈妈控制不了 站那儿 养着脖子 咱俩的大豪啊 农金葬花 人想吃 他年葬农 知是谁 陪伴陈小旭的 是无数人的眼泪和惋惜 2007年5月18日 在陈小旭去世五天之后 他的追悼会在深圳举行 生前的亲朋好友和众多的影迷 纷纷前往为小旭送行 这就是无数人的眼泪和疲势 这就是无数人的眼泪和惋惜 那时候才会在深圳的并领 我之后 我现在就去世五天之后 我自己去世五天之后 这就是父母亲的来泪和鸡丰 你这个天下是父母的大女生 参加告别仪式的父亲母亲 数度哽咽 气不成声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感染全场 昔日的李妹妹 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快 很难过 很多人都说 再也选不出 像他这样的领带雨了 最后告别 走在他身边的时候 觉得他一下变得 更娇小了 但是还是那么美 还是那个样 我记得我当时早在说 怎么会变得这么小 这么 小旭怎么变成这样 我不断地在 边看着他 就不断地在看小旭 你怎么变成这样 就是说虽然很美 但是好像人一下变得更娇小 好像很难 很难接受他 那种不能再说话 那种感觉 当时我 只能够流眼睛 就怎么看着他 小旭怎么变成这样 小旭怎么变成这样 我不知道是谁 把我扶出来的 我当时 2008年5月13日上午10点 陈小旭的骨灰安放仪式 在北京长平区天寿陵园举行 因为没有孩子 所以是妹妹手捧一项 妹夫手捧骨灰盒 将陈小旭安葬 家人还为陈小旭雕刻了一座雕像 由陈小旭生前好友 薛宝钗的扮演者张力 和妙玉的扮演者机遇 亲自节目 依然原是空流多少汗 但是他却已经成为了一个永远的标记 这个林妹妹注定与曹翁笔下的他一般 在我们的记忆中永存了 奄然一笑 娇俏可人 翘黄荣成为荧幕经典 婷哥哥 婷哥哥 万千宠爱时黯然离世 选择用自杀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年仅26岁的生命 香肖玉蕴蕃叹息 温美玲究竟为何而死 G2015与您一起追忆 永远的翘黄荣 温美玲 温美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